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下西培失威 你知道很多西培都是夜聞夜報 不過他們有支筆,隨時寫你都可以 習慣了 習慣了就是夜聞夜舞 但這個組織的阿頭他不害怕 就是什麼組織呢 就是歐培客家 國際產油國組織 他真的不害怕你不寫 反正卡雪吉時候你都寫到我這樣 他真的有資格不害怕 真的厲害 他從來都不害怕 這也是厲害 當然 這個 石油輸出國組織 或者叫 國際產油國組織 怎樣都可以 就是石油輸出國組織 其實 他們的 總部是在澳地利 他們 馬上 就要開個會 馬上 要開個會 但是 有多間西培包括剛剛我們說的三大 西方主流媒體 路透社 彭博社 華爾街日報 這三間西方的主流媒體 居然在一個月內 是兩次被石油輸出國組織 拒絕邀請他們 參加記者會 嘩 那麼不給面子 大聲說政治打壓可恥 又不是政治打壓可恥 是不給面子 說真的 難聽說他不給面子又如何 因為邀請那些我喜歡邀請誰給誰 他是主的 你是客人 廣東話 俗語也有說 免就別人給 假就自己拿來丟 所以呢 這個西媒被人拋棄了 一個月內兩次 押了兩次閉門羹 請他押閉門羹 這三間媒體近日亦表示 跟在6月初一樣 其實 他們的記者再次 被 歐佩克 即是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 是他發個人邀請 是沒有辦法出席在維亞納 舉行的 歐佩克的會議 有沒有像台灣地區那樣 場邊採訪 不是呀 場邊怎麼採訪 因為沒有人 你採訪我採訪你 這個彭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 在場邊搞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失禮 被人恥笑 沒錯 沒錯 我們看看 原來 老透社英國媒體 美國媒體彭博 華爾街日報 他們說 這個歐佩克 已經再次拒絕向他們三家新聞機構的記者 發放7月份會議的許可證 他們記者 原來他們記者 本已經獲得 是 參加會議資格 但是 後來 又說取消了 這樣玩東西 嘩 玩東西 真是猛 猛又怎樣 你敢怎樣 這個歐佩克 就暫時 在未對 這件事作出任何回應 他們秘書長之前曾經說過 他很直接 想起周杰良一句名言 和得地盤和作主 他就說 這裏是我們地盤 我們這樣決定 是 我們的媒體戰略 老實說 他不需要向你交代 等於我喜歡請誰來吃飯 請誰 因為這個有一點 落他臉的感覺 批准了他來 但又不讓他採訪 彭博和老頭社就說 歐佩克 在6月 頭 向所有申請 認證的 媒體記者發了電子郵件 就說 他們已經完成註冊 之後 歐佩克 新聞辦公室 註冊的一份 郵件就通知他們 就說活動 但是他說得很圓妙 已經完成註冊 但是活動 只是 被受到邀請的記者 參加 說真的 註冊和 受邀是兩樣東西 不過 以前的國際慣例 註冊基本上都可以受邀 之前通過 認證程序 並不是出席 會議的邀請 當然 因為之前 真的 註冊了基本上就等於是受邀請 現在就不是要兩重關卡 首先註冊之後再看看他要不要邀請你 這個石油輸出國 組織當然 頭就是 沙地阿拉伯的王署 也是實質的掌權人 武漢密德本撒羅萬王署 他一向都不怕西梅 西梅都經常招呼他 但是 戴馬Sir你剛剛 他又怎樣 你寫我 對於我來說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也敢寫我 是不是你也是 也是敢寫我 石油輸出國組織是沒有解釋這個轉變的 亦不會評論 彭博就說 我們非常關注 歐佩克這個組織 可能 會將包括彭博在內的 某些記者排除在外 為了確保市場透明 他不是市場 他的國際組織會議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他說 你透明 其他記者他報了 你就再二次去報 當然會慢很多 我相信 強烈建議 歐佩克這個 石油輸出國組織 應該找到全球 相關新聞機構記者參加才對 老頭社 他們發言也發表了不滿 就說 我們 這個媒體將繼續以獨立公正 可靠的方式 報導歐佩克 我們相信 透明和自由的新聞 對讀者 市場和 公眾利益都有好處 我們反對 這個組織對報導的 限制 其實他的意思是 你們 又不透明 又不讓我們自由 哎呀 你不敢寫 越是敢寫他就不讓你搞笑 華爾街日報就是沒有對這件事有回應 會不會最聰明是他 另外兩家媒體都說 無論最終是否會受到邀請 他們都堅持報導這次活動 就好像 6月4日那時候 就算被他知門外 啊 原來真的有場外報導 我都說的 麻煩西媒和綠媒那麼適合 哈哈哈 說起歐佩克請他吃歐閉門羹 這三間媒體 可謂是熟頭熟路 這個月初他們三個 就是被撤回過一次 採訪許可 而他們 那麼多勞騷 基本上 歐佩克 石油輸出國組織 採理了三芒果 什麼法外開恩不行 他們的秘書長 蓋茨當時說 這裏是我們的地盤 我們的決定 是我們 自己承擔 他都不怕 說真的 你最多寫衰他 你又不是沒有寫衰過他 王署被寫衰過多少次 有什麼所謂 對他說 反正 你寫衰他 對他的 管治應該沒有什麼動搖 但是 你寫衰他 等於變相給一些壓力 給政客如果 譴責他 其實那些國家在此時此刻 都是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 大家都知道能源 當然 油價是跌了 天然氣價格也跌了 但是你不要忘記他們 才會流行 而且 他們還有很多錢 可以到處投資 沒錯 大把錢 沒錯 這個 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秘書長就說 這裏是我們地盤 我們決定用這種 方法實施我們的媒體戰略 金融時報 就說這項禁令是由 他就說 是皇柱的兄弟 也是 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大臣 就是 阿卜杜拉雅齊之本 撒立萬親王 親自策劃 因為 多次這幾個媒體都對於沙特的皇室出言不信 光明中 都是那句 你對我這樣 為什麼要請你 因為我代表正義 我代表新聞自由 嘩 不過其他媒體有請 只是你這三間 這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已經發出 電子 邀請銜給其他新聞機構 什麼時候開會呢 就是7月 5日到6日開會 這些機構包括 偉大是這麼說的 其他 金融時報都是西媒 還有行業媒體 阿格斯和普氏能源資訊 這些本來 普氏能源資訊當然 都是一個 專門說這些大宗商品 比較中立一點 可不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只是報新聞 他們只是報告一些事情 你這三間東西 你自己想一想 為什麼人家可以 人家給 不給你三個 尤其是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 這個差不多可以說 跟大忌院差不多同級了 最近經常造謠 所以自由事報現在經常引用它 你知道它引用的是什麼 這場 會議會在維也納的霍夫 寶宮舉行 一些正義會發言 包括 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大臣 英國石油公司 BP的CEO Nuni 以及 是負責能源事報的 歐盟專員 Simson BP就說 對於這件事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評論 其實這些就聰明了 難道說 撐這三間媒體 我直接不來 老頭寫是英國媒體 沒有 另外 這個 歐盟能源專員 為什麼 馮德萊不叫他大聲發聲 媒體發聲 為什麼這麼現實 你本身也是媒體 你本身也是媒體 又再找另一個媒體 幫你發聲 不是 我知道這個歐盟專員 那位是Simson 哦 Simson說 我們將可以持續 是為能源主題演講的 不會和出席會議的媒體接觸 你回答什麼 我不知道你回答什麼 現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它不是全部不給你 全部不給你 可以拍桌子拍桌子 但是不給你其中幾間 你就真的是 你如果說 一間西媒都不給 你就說它是打壓西方言論自由 不是呀 金融事報不會 我聽到這句話 我心都震了 有人打壓西方言論自由嗎 誰呀 你們抹黑 他們之筆很厲害 你們打壓人就有 誰打壓你呀 真的呀 真的呀 彭博就說 這次研討會 通常 更加多關注石油行業和前景 而不是歐佩克的具體政策 那就可以了 你說不是具體政策 你不用來了 你也猜到了 你也猜到了 那就不用採訪 預計國家在這次會議上 討論在 全球能源機和西方制裁 俄羅斯石油出口後 如何可以聯合行動 自從歐佩克戰爭之後 阿拉伯國家一直都保持中立 不願意站隊 並且拒絕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沙特等國家始終和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 通過歐佩克加機制 加其實是包括俄羅斯 和俄羅斯協調 減產石油 這樣引起以美國為首的G7 和國際能源署相當不滿 在今年4月2日 歐佩克加 這個石油輸出國 組織 突然宣佈 在去年 10月減產200萬通 每天基礎上進一步減產 沙特阿拉伯 伊德克 阿聯酋 科威特 哈薩克斯坦 阿爾及利亞 阿曼加鵬 將總共減產 116萬筒每天 由於俄羅斯還宣佈 將3月份減產的 50萬筒每天措施延遲到今年 即延長 應該延長到今年年底 所以 俄羅斯 科威特 等等 減產國 亦估計實際減產 有166萬筒每天 當然這個消息 當時就令到油價上升 不過 隨著這幾個星期 大家都是 對於 國際經濟 衰退 大家都覺得可能是個事實 G7 之前 就記得 就說 你為何減產 我最記得 因為 上次減產時 他就故意 不敢說故意 他沒有說過 剛才我是 厚誤 這個沙特阿拉伯 他是歐佩克 組織的 他就宣佈減產 就被美國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 阿比說 鑑於市場 不穩定 美方認為減產是不可取 更加有共和黨人就說 這個歐佩克 減產根本是等於 幫助俄羅斯 目前美國就考慮通過 一項叫 Nopec 的立法 這個立法就允許相關機構在歐佩克加操縱市場價格行為 被證實下 是扣押他們在美國領土的資產 你一說這樣的話 你真是變相叫那些人不要理 即是你說 你和我不合 等於 之前我們也說了 為何 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不用得來 投資 不用得來 因為別人的資產 好了 你這麼早已經說 我們就凍結了資產 他就 順便想一想 不如我直接不理 所以這句 現在的時勢真是不同了 即是這些國家都省不住 包括有 這個 重要 能源轉型擴產的國家都是這樣的 歐佩克 也是聰明 現在 他們就打算拉攏 有龐大石油儲備的國家 就是瑰亞娜 如果 把它拉進歐佩克 其實他們相當強大 這個能源 對於 全世界的控制 相當強大 瑰亞娜 記住它和法屬瑰亞娜不同 瑰亞娜是南美洲唯一 以英文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 也是英聯邦國家 它東面 是很有名的 之前Netflix有一部電影 蘇里南 蘇里南就說荷蘭文 南面就是巴西 西面 也是石油大國 委內瑞拉 北面就是 太平洋 原來 石油的發現 亦令到瑰亞娜的發展 帶來了 重大轉折 幫助這個小國 近年 和全球 最具影響力的能源公司 金融機構和政府 建立 合作往來 現在瑰亞娜 又 遇上了一個強大的追求者 就是 歐佩克 石油發現 當然是令到這個國家 實力強了很多 歐佩克 現在 就爭取瑰亞娜 成為他們組織最新成員 這樣就可以令到歐佩克 影響力 擴展 這個 南美小國 瑰亞娜原來是全球石油 生產增長最快的國家 因為他本來是沒有 但一發現了就很厲害了 細媒就說兩位 叫做 重要人物 最近邀請瑰亞娜加入歐佩克 第一個就是 阿卜杜拉雅齊茲本實 這個親王 沙特的親王 還有 歐佩克秘書長 亦都希望瑰亞娜加入 到目前為止 瑰亞娜的決定 是不加入的 因為石油的需求 預計是未來幾十年會下降 瑰亞娜 所以在短期內實現 產量和利潤的最大化 他們的 副總統就說 他們的想法 是儘快地 從地上採取 採出盡量多的石油 不會減產 不會 因為他們要採取多少 盡量 歐佩克秘書長了很久了 因為 說他們很老實 我們不知道未來如何 所以有錢才找 真是夠老實 真是夠老實 這個也很正常的 好,這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